嗚嗚嗚嗚嗚嗚 好今天呢我們特別來到了這邊 是Waypoint 的冰工廠 特別跟他們包下了這個功率教室 總之我們今天就是要來實測一下 我們在最近踩了一段時間的訓練台之後 現在我的 FTP 到底是多少 這段時間我待在家裡的這些宅運動訓練 到底有沒有幫助 所以待會呢我就會使用這台 KICKER BIKE 來嘗試一下 在實際的這個45分鐘的 FTP 測試當中 到底可以炸出多少能量吧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那我們已經進入到了這個測驗環節 那我剛剛選了這個 Z-Wave 上面的這個 FTP 測試 45分鐘版本 那它主要是在最後的 20 分鐘 會讓你持續在自己能力以上 維持 20 分鐘 那最後在應該是扣 0.95 吧 就打 95 折還是 9 折我有點忘了 就會成為真正的 FTP 那它現在的客錶環節 在前面的 5 分鐘是暖身 然後接下來會有 3 個階段的 20 秒 逐漸的把強度加高 然後在後面的階段 會有一個緩和期 跟 2 分鐘跟 3 分鐘的 一樣是維持瓦數 最後就會開始測驗 那我們就實際來 嘗試一下 等一下的 FTP 可以炸出多少吧 前面的 20 分鐘會是主要的熱身環節 會慢慢把心率提升 然後也會讓強度慢慢加高 那最後 20 分鐘才測驗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跟著客錶先完成 每個階段的強度 休息了 接下來是 3 分鐘的緩和 120 W 這個強度也不輕鬆啊 逐漸的堆疊 腳也開始覺得痠痛 因為昨天我們宅運動的課程在家做硬舉 哇 今天後大腿超緊 進入 3 分鐘的瓦數維持階段 哇 有點喘 我最近因為在家 然後都只能就是看影集啊 然後可能偶爾開始玩遊戲 或是在家就是運動 然後訓練 最近我覺得看到蠻多 還蠻推薦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影集 最近我在家看完了幾個 其實我之前很多都是還沒追 然後最近才把它看完 像是 比較大家都知道的 可能像 F1 就是 它是一個紀錄 F1的整個賽車 在 2017 年 2008 年到 2019 年 整個賽季的故事 你太喘了 然後在那個影集當中 其實我原本是看不懂 F1 的人 就是我只看起來他就是 賽車然後在那邊衝刺 但不知道他到底怎麼 就是欣賞他的成績 或是積分 然後在最近啊 就是我在看F1的過程才開始了解 他們其實 比賽不單只是單圈成績 或是總成績 而是每一場比賽都有積分 不能講 然後他在比賽的過程 其實我覺得很有趣 你可以看到各家廠商 就是都在角逐他們的汽車 可以怎麼樣把他們的輕量化 或是引擎馬力 但是都要在合乎 F1 都要在合乎 F1 的規則之下 把他推到更極限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就很好看 就是很鬥志的一支影片 現在才3分鐘 225W 我覺得已經快爆了 等一下還有2分鐘的245W 慢慢加強 緩和中 我們等一下 就是接下來的20分鐘 那剛剛還沒講完 我最近覺得很好看 就是除了 F1之外 我也回去追了 AVD王 那一部是 應該是近期 前陣子我都沒有看 然後到最近他上了第二季之後 很多人在講 所以我就有回去看第一季 其實還蠻棒的 就是他們拍的 我覺得整個感覺跟那個 畫面 或是 就很像真的 平常我們拍攝 或是其他會遇到的事情這樣 所以還蠻推薦大家可以去看的 就是一部 雖然他有點 就是18鏡 但是我覺得他整體的內容 就是故事性是很好的 然後 前陣子 比較紅的像火神的眼淚 還有 最近在看那個 螢幕整理師 也蠻推的 就是都已經是前陣子了 那最近其實比較紅的是 我現在每天晚上都會看環法 因為在 最近比較 到 就是晋尼特賽斯在奧運前都提早舉辦 所以 環法也是蠻好看的比賽 就是 可能我以前也看不懂 到底環法在比什麼 因為一群人就是一直衝 然後 有時候明明就看 有一兩個人衝超遠 就是俗稱的兔子 但是集團也不想去追他 但其實我看了 應該是一部動漫 標速宅男 前陣子我看了標速宅男之後 也開始就是 比較了解到底 就是這種環台賽 或是環法 環義大利 這種很多天的比賽 在比什麼 所以我覺得 如果最近有時間 其實晚上也都可以看環法賽 我覺得很精彩 就是在 每一天都 他為期21站 然後每天晚上都是 100多公里上下 真的是 看他們騎超級強 剩下兩分鐘 我們等一下的策略就是 想辦法要經過 先以200瓦為主吧 200瓦左右先騎 然後看能撐到多久 目標是要騎20分鐘 調整一下我們的呼吸狀況 等一下最重要的 20分鐘的FTP測試 目前還有25秒 好 準備了 調整一下 20分鐘 準備開始 GO 我們把瓦數 大概調到200瓦左右 目標是維持大概是200瓦的 20分鐘 現在這樣差不多 再200出頭 我覺得這個真的就需要配速 沒辦法一下衝太快 20分鐘 20分鐘是一個 多長不長 多短不短的距離 所以我現在要開始認真 進入測驗狀態 我的後大腿其實真的滿緊的 覺得很痠 希望不要影響到太多我們的測驗結果 現在的狀況感覺 腳有一點痠 以比較程度來講大概是六成 這麼快就六成了 還有18分鐘 我的目標是可以這樣騎到 剩下可能兩分鐘 再慢慢把瓦數提高 如果可以啦 如果不行就希望可以用這樣撐完 就好 現在心跳已經167了 慢慢在提升當中 汗也已經開始爆炸了 像我現在的策略就是回轉速 維持在90左右 然後 調節一下呼吸不要太喘 用固定的回轉速去踩 想辦法維持在一樣的輸出 倒數一分鐘 加檔 30秒 3 3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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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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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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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你們在這些數據上 一定都可以有所進步喔 也非常感謝今天鐵人兵工廠 借我們這個這麼優質的場地 可以讓我們在這邊包場 然後自己一個人在這邊 獨自做一個FTP的測試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滿意 還好終於突破了 最近這段時間的小小門檻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測試FTP的心得啦 如果你們最近也有測FTP 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跟我們分享 你們在幾分鐘的時候 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真的是最想死的狀態 好 那我們今天到這邊結束喔 我是你家楊德瑞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